电影有协交的方式把这个我们所找到的精英天段让它萃取出来 台湾医疗在地捷报 由长庚大学长庚医院与中研院国防部御医所 牛津大学组成的合作团队 经过两个半月的努力 成功分离出22种中共肺炎的病毒株 并取得病毒全基因序列 新冠病毒的一个人类弹素抗体 提供了一个素材 让可以做成快晒的实际 肺炎病毒的人类弹素抗体的应用可以极大化 参与研究团队的感染科医师黄冠颖说明 B细胞是人体制造抗体的唯一免疫细胞 研究团队从三位病人的B细胞中找到25株抗体 其中13株可结合中共病毒表面图四蛋白质的人类单株抗体 其中1株抗体有机会抑制中共病毒进入人体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发展成检验试剂 另外一个是发展成药物 也许在之后快在上面就会有蛮大的帮忙 长根医疗团队拥有完善病毒库 也是台湾首个设立抗中共病毒人类单株抗体库团队 黄冠颖表示 未来在人体试验验证有效时 可作为治疗或预防中共肺炎感染 安全性相对于动物抗体较高 后续也将配合政府结合台湾其他医院 共同做临床验证及应用 新唐人亚特电视胡淑霞张连杰李晶晶 台湾桃园报导 新唐人亚特电视胡淑霞张连杰李晶晶